来到21世纪,全球许多国家在铁路发展上仍然不遗余力。 而我国的铁路覆盖率却依旧只是集中在西马半岛的巴申谷地区。 11月24号晚上9点半,铁路经济新机遇的上级, 让我们一同深入我国的铁路网络, 了解在盘活沿线商业活动上我们做了什么, 同时又做得够不够多。 您也可以下载ToonToon App收看节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